今天瞬间来关心 花莲有富人骑车在先生上路 行经5号至路口时 被休旅车拦腰撞上 两个人当场被撞飞倒地 幸好经过治疗并没有生命危险 而另外在花莲还有一台 再买了大理石板的一影车 疑似货物没绑牢 过弯时剧烈晃动 石板突然砸落碎一地 一度占据了四线车道 一影车载运货物通过路口 没想到下一秒 后方的大理石板 如骨牌般突然掉落 大型失败重极地面 瞬间碎裂 扬起大量粉尘 大笑碎片三路一地 占据四线车道 闯下大货 驾驶联盟下车查看 三号下午一点多 花莲正名62岁的张姓驾驶 在大理石板上路 疑似没绑牢 右转时车舌剧烈晃动后 石板掉落阻碍交通 花了约一个小时才清空露面 本所到场后立即协助疏导交通 并通知清洁队到场协助 清理排除 还好这回石板掉落 没波及其他用路人 而同样惊险一瞬间 还有这个 双载机车通过路口 下一秒一辆灰色休旅车 突然抽了出来 拦腰撞上 机车上的两人 当场连人带车撞飞 倒敌不起 一旁民众见状 赶紧上前 避免二次嘴撞 受伤的是对老夫妻 索性经过治疗 没有神秘危险 由于现场没有耗制灯 疑似双方为注意车前状况量货 马路如虎口 民众上路可要小心再小心 记得承接 华联报导